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王 26岁来自上海运营职员 来 有请小王 有请 女嘉宾小周 24岁来自江苏代业 来 有请小周 有请 有请 今天是女生要来的是吧 就是我觉得我们相处中有一些 可能理念不是很符合吧 理念不符合啊 对 只要还是想把问题解决一下 来解决问题 对 我们把问题摆开这儿说好不好 对的 说清楚 好 说吧 什么问题 就是我觉得她可能 因为我本来喜欢她 就是觉得她很成熟 很稳重 但是相处过程中 我觉得她又稳重过分了 所以我觉得不是很在意我 那我晚上跟朋友出去吃个饭 她都不问我去哪里 也不问我几点回来 别的小姑娘只要出去 人家男朋友都会发短信 虚寒温暖 你呢 就是感觉跟我这个人不存在一样 你是希望她发是吧 我希望她稍微关心一下我 但也要有个度嘛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她一般出去 她也不太会跟陌生人出去玩 出去玩主要也是跟几个闺蜜 跟公司的同事 那她既然这样的话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 特别的去过分干涉 你到底去做什么 几分几点几秒 必须要回来 对吧 因为你同事我也认识 而且我们跟她同事 已经认识了三四年有了 而且上海的话 12点钟其实不算晚上 因为买那些市中心 还是都有很多人的 相对比较安全 但是过了12点钟之后 我肯定是会去接她的 我问问 你心里肯定不舒服嘛 谁都希望别人关注自己 是吧 那她会不会在朋友圈里 秀个恩爱什么的 她就是因为她不会秀 每次要发都是我 跟她讲能不能发一下 我还要撒个娇 还要把图片修好 她才会可能发一次 因为我的微信主要是用来工作用的 里面都是什么老板啊 客户 然后还有几个就是总监 那我总归是要把工作上面的事情 更多的发在朋友圈里面 让我客户们知道 我们公司到哪个地步了 那你要合作就合作 对吧 就展示给他们看 我一直发私生活的东西 老板会觉得 你这个人是不是不认真工作 对吧 行 还有别的吗 可能别人会觉得我做吧 我觉得我们也相处了蛮久了 对 但至少一年里面 她也不会带我主动去认识一下 她的亲朋好友 我觉得可能未必有那么正视 但你至少态度要有 你家是上海的 我是上海人 你们在上海工作 对 那很方便找个周末不就去了吗 关键是 因为你不能没有事 就突然间跟我说 爸妈我们见一下 见一下我女朋友 对吧 就是我觉得是应该是个顺其自然的过程 但可能就是 也不要搞这么正视大家什么西装鼻挺穿好坐下 这个就很 很吓人 有点像已经开始准备谈婚论嫁了 其实并没有太大 我觉得这个就很正常 你会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爸妈认识 对吧 那女朋友为什么不能呢 我是丑到哪 就是见不了人了吗 没有 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弟今年要结婚 这个时间点不是很好 谁要结婚 我弟 你弟要结婚 对 因为我是双胞胎嘛 那我弟今年要结婚 我这个时间点 如果把一个女孩子到家里去 那我妈肯定会觉得 你这个人今年是不是也要结婚了 或者明年也要结婚了 那她就会给我操办很多有的没的事 不要把事情都集中在一个点上之后 对吧 你还没打算结婚呢 是吧 对啊 我问出来了吗 人家还没打算结婚 所以你招着不及啊 就我也没有打算结婚啊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态度 这种认可度要有 不重视 然后又发现没打算结婚 当然这两个合在一起 女方就会考虑这个男生对自己 到底是真是假了 对 他对我不够真心 够不够真心 真心吗 当然啊 你说他其实是徐州人嘛 汉文化的发源地 那他很喜欢穿一些汉朝的衣服去拍照 那你拍照我的理解 你上大街也穿 你出去 就两个人走在一起 我穿这种风格的 他穿古代风格的 那我们站在一起在路上走 好多人都会看着我们 那我觉得这个看着我们会比较的尴尬 对 因为你在人群中老被受瞩目 那看这个时候我也就忍一忍就过去了 那还有人会上来要合影 那要合影嘛 他们也没有眼力架 你没看到一个男孩子站边上嘛 就跑过来几个男孩子要合影 那你还很高兴去给人家拍了一下 你这个日常出街这个事 我们也不提 因为他也是小事 我听明白了 现在是男生反控诉了 说哪里是我 你看这个女生做的 也不太像话 是这意思吧 是 哎呀真含蓄 你看南方男人特别含蓄 不直接说 就反转过来了 因为他影响不大 只影响我 对吧 还有什么影响大的吗 那你穿汉服 因为汉服 现在改良版的汉服 那个工序特别多 这个要替带的 那个要替带的 头上簪子要插个五六根的 那我们上次准备去看一个演唱会 也特别不容易 那个票买的 也是问了好几个朋友 他买到了这个票 那我们早点去嘛 七点钟开始 七点半出门 那你穿了一身汉服 还在 还让我帮你扎簪子 七点钟开始 七点半出门 对 那是奔散场去的 那是 对 然后到了嘛 肯定过了那个 减少时间了 不让进 那最后我们不是进去了吗 最后进去 是我跟那个 安姐的安保人员说 我说我们是演出人员 你看这个衣服 他就信了 就放我们进去了 就这样子才进去的 所以穿汉服 其实还是有好处 不是还是很好的 对吧 你估计你就这么说 我听明白了 就是男一生觉得 女生其实在一些 生活的细节上面 也没有顾及到 你们俩感情的这点事 对吧 他只不过是 你为什么说话 老师这么绕 你直接说你的不满 不是挺好的吗 那如果我直接说的话 万一他不高兴了 我又打过他 我现在能明白 对女孩的心了 就是为什么他觉得 这个男人太过成熟了 什么事都压着 不说是吧 换着方向说 你对他还有什么不满意 你接着说出来 他这个 他其实其他都蛮好的 都蛮好的 没了是吧 有 当然有 有 咱们说说嘛 对吧 你说他 他因为在上海租房子嘛 那你租房子 那我也能理解 你费用高点 我也无所谓 对吧 费用高也没有 让你出过一毛钱 关键是你一天到晚 再搬家 一年搬四次 我搬家怎么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 住得不舒服 要么就是隔壁有小孩子 一岁的孩子会哭闹 我搬家都是有正当理由的 那你搬也行 那你让我去帮你搬也行 那关键是你搬一次家 你家里最的 你家里的东西 最起码要处理掉一半以上 对吧 那你说你冬天买的热水锅 你夏天就不要了 买的毯子 夏天也不要了 那你不是说我心疼这个钱 还是心疼的 不是 不是 别装了 还是心疼的 那都是我自己来的呀 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 不是因为你用的不称心 你不需要它 而是你觉得 我不想搬 那你不觉得很可惜吗 这个跟我们北方男孩 这么说的 公家会过日子 他老搬家 搬家就扔东西 是不是 听明白了吗 我帮你翻译出来 是不是这意思 没有 其实不太会过日子 也不是 因为大家收入都还行 所以能接受这些东西 你不太会过吗 也没有 就是因为觉得 丢这些东西比较麻烦 你还又要重新 丢东西可不麻烦 搬走才麻烦的啊 对 搬走有搬家公司嘛 我只要在人边上 丢也不用自己丢嘛 放在老地方 别人收垃圾收走了嘛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赶紧说哥们 听出来了 其他我觉得 总体来说 人还是挺好的 人还是挺好的 对 行吧 我们也没打算结婚 我们现在就是相处着 但是我们处得有点不舒服了 是吧 对 各自都有不舒服的点 可是我们又想 好好地处下去 是这意思吧 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们看看 应该怎么办 来 各位老师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这个你应该懂的呀 对 你懂的呀 用上海话说 哈山林哦 昏过去 这个我们都听懂 下次人还昏过去了 是这意思吧 对 就这个意思 明白了 我为什么这么说 女孩子 男朋友 理性一点 难道理性错了 她 稳重一点 难道稳重错了 她信任你 难道信任错了 因为你刚才说的 几件事情很明显 就像 她为什么不问你 到外面干什么 这是对你的尊重 对你的信任 这对吧 对对对 我就这么想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 你似乎心中有自己的逻辑 有自己的标准 但我们说 认识理 有时候就是一种不讲理 因为你 给我的一个直觉 你比较喜欢面上的事情 你认为 就应该这样的一个模板 你认为 这就是应该这样的一种形态 对吧 这表达的才是一种爱 是 我觉得可能需要一点 多一点表达 让我们看到的表达 对 但问题是 爱情 它是没有统一的教科书的 爱情又是没有统一的标准 现在的核心问题是 你们两个人今天到了这里 要解决问题 但是 你们都表明 自己都不准备走进过一个电台 至少没准备好 所以还是一个谋合的过程 所以放到这样的面上 我认为也好 大家破析开来 大家看 哪些是存在的问题 我就说这些吧 来来来来 珊娜老师 接着来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会认为你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是什么事 我认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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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 我认为你 你不准备走进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见 我就觉得 心里就不踏实了 OK承认 朋友圈里 你作为不是朋友圈 而是一个工作圈 可以 那日常的社交 为什么我不能出现 我应该出现的那个位置 为什么不能给我一个名分 让别人知道 这往往是最关键的 这是真正能够去体现出 一个人的真心的事情 有些事情 如果你真放在心上 自然而然的就去做 如果真没在心上 可能做出来就是负担 懂我的意思吗 我听明白了 真是要把你的真心做出来 各种借口 或者说你自己的 站在你立场上的理由 是可以理解 但是心里面是感受不好 女孩有很多的 可能生活上 兴趣上的一些小的问题 被男孩所不能认可 但是她能接受 比如你的所谓的 你的兴趣爱好 服装打扮了等等 她能接受 但是并不心甘情愿 但无所谓 这些接受了都是可以的 但最最关键的是 你看中的事情 她能不能做到 如果你看中的事情 她能做到 并且能够排除困难 做到她 我觉得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 如果不是 要考虑一下 原因何在 就是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来 图老师 好 他们俩截然不同 一个喜欢绣 一个喜欢装 一个批命往里收 一个要批命往外放 装得好呢 那叫含蓄 叫沉稳 这要装得不好呢 那就叫做装模作样 甚至有点虚伪 你暂时还没想跟人结婚 就直接说 我觉得现在我们还不适合结婚 就不要老说 弟弟结不结婚的事 对不对 你就直接说就可以了 她也不是不会考虑 对不对 还有一些表面上的功夫 装作好像自己特别沉稳 超越了自己年龄的那种形式感 也没必要 活得多累 就说实话 一根肠子冲出来就可以 至于女方这边呢 就不要太过于秀了 适当的秀是一种展现自己 但你非要把有一些 可以用默契和含蓄的方式 来表现的那种美 非要把它排出来 放在外画 那就不漂亮 就像两个人中间 其实有些事情 比如说 有些女人就喜欢 把月法三章贴墙上 有些人把月法三章放心里 你要什么东西都说出来 都要贴墙上 你说情人之间还有意义吗 恋人之间还有那种 妙不可言的滋味吗 就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你们俩综合一下最好 你们俩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 是有吸引的 一个喜欢秀的人 当然就喜欢一个装的人了 对不对 但是一开始是互相吸引 但如果装得过分了 秀得过分了 就变成了互相排斥 到那个时候 就不是我来说这句话 而是你说他 你别那么装 他说你别那么秀 差不多就得了 好吧 就这样 好 谢谢图老师 想他们说得太充分了 你把自己掂量吧 我没什么要补充 因为压根人家没打算结婚 我们就是认真地 开开心心谈个恋爱 是这意思吧 是的 现在只是恋爱 谈得不开心了吗 想法让他开心吗 其实很简单吗 想让他谈恋爱很开心 不是特简单吗 真心就好吗 有点真心 少点套路吗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是吧 来 一起进入 真情六成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问题 我现在听到了 我以后会慢慢改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但是希望 还是谢谢你的宽容吧 我前面听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 面子我也要 理子我也要 安全感我也要 那行 就我们回到上海之后 我们就 一个个朋友约 然后亲戚的话 要不明年再说吧 今年的话 先缓一缓 那你觉得呢 你早这么说不就好了呀 来 请亮灯 请亮灯 完全听不下去了 谢谢两位啊 请回请回 反正都是聪明人 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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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俩孩子 回去吧 就现在年轻人谈恋爱 要有这么谈的 哎 可以 来来来来 请关门 能把恋爱谈得像谈判一样 也算是高手了 请开门 来 邀请 小花童 有请 有请啊 谢谢 我们要见证属于你们的浪漫时刻了 各位请见证 这个介绍 当作是一个约定 约定我刚刚站在台上讲的话 回去就开始约朋友 约亲戚 来来来 请亮灯 谢谢两位啊 祝你们快乐吧 请回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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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们祝他们幸福吧 希望今天的节目 能够给他们很多的启发和启示 来 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现在结婚已经五年多了 孩子现在已经三岁多了 自从有了孩子之后 我感觉他对我现在太冷漠了 有了孩子之后 我肯定会把更多的精力 给到我的孩子 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 我知道他毕竟是为了孩子好 但是我是他的丈夫 这样让我心里也感觉很难受的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理解我 还呈现给我抱怨 老说他有他的压力 但我也有我的压力呀 现在孩子也越来越大了 希望他理解一下我 孩子应该放在我们家的第一位 这一点我是不会变的 也希望他能多理解一下我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杜先生 三十一岁来自山东贷款专员 有请小杜 有请 女嘉宾高女士 三十一岁来自山东职员 来 有请小高 有请 欢迎老妹 这个舞台经常听女生抱怨 结了婚生了娃 她对我不好了 男生抱怨的不多 是吧 今天你算是来抱怨的 是不是 一二年结的婚 对 一四年有的娃 对 说有娃之后心理落差大了 是吧 是 感觉有娃之后 就是妻子对我关心也少了 比之前 她天天对我抱怨 我实在受够了 你受够了 对 你也受够了 她都跟你抱怨什么呀 你说说 就因为我们之前结婚五年了嘛 结婚之前 她对我特别体贴浪漫 因为我在外地上班 回家特别远 每次我回去的时候呢 她都会骑着她那个 很拉风的大摩托车等着我 然后带我去吃各种好吃的 然后带我看电影 和我开心 然后结了婚以后也还好 我们家务都是互相分担着干 然后平时我们小两口 有个积蓄什么的 就出去玩啊 或者是带着朋友一块吃个饭 聚个会什么的 但是后来有了孩子以后 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是 她来抱怨 说你不关心她嘛 对 她就天天在我耳边说 我不关心她 怎么不关心你啊 像我们干销售的嘛 晚上也回家比较晚 经常的那个在外头应酬嘛 可能回家到十一二点 之前呢 她都是会给那个 给我打电话 或者发短信 然后问我为什么 我不早回家 回家这么晚 然后回家的时候呢 我喝多了嘛 在家里会照顾我啊 然后给我端茶倒水啊 什么的 但是那个 现在呢 有了孩子之后呢 就是光管孩子了 对我也不管不问 我晚上就是喝酒 喝到两三点 挺晚的 她这边也是 一个电话也不打 一个短信也不给我发 就是更让我忍受不了了 是什么呢 就是我回到家之后 本来就是想去那个 卧室睡觉嘛 她不让我亲 我也想亲近孩子什么的 她也不让我亲 就让我在 非得让我在沙发上睡 我感觉就是挺受不了的 为什么非得让我在沙发上睡呢 这酒气太重对吧 对 她回来得特别晚 那时候孩子都已经睡得很熟了 她如果进卧室的话 不就把孩子吵醒了嘛 我们家还有一个次卧 她为什么不睡次卧呀 次卧 你光说睡次卧 有话睡嘛 那次卧 然后上面全是摆着 你和孩子的衣服 满满的一床全是 我倒想 我倒想在那儿睡 我万一在睡了 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起来 被你的衣服压了 你不得和我急啊 还有别的抱怨吗 她还抱怨我不干家务 对 她不干家务 哦 有孩子之前嘛 我们两个人就下班回家 都会分担家务 比如说那个 做那个洗衣啊 做饭啊 还有这个就是 拖垫扫垫什么的 我们两个人会一块做 但现在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呢 基本上就是 拽给我一个人做了 她现在就是 一门心思都在孩子身上 我说我做就做呗 倒也没事 但是她又嫌 什么地扫得不干净啊 什么脱得不干净了 天天就是 嫌我这儿嫌我那儿 我都感觉特委屈 她还老抱怨 我经常带孩子出去玩 这也不行 之前就是我们两个人 就是有孩子之前嘛 就是定了 就是一年 就是出去旅游一次 但是现在有了孩子之后呢 就是她就是 该多带孩子出去 见见世面 就是一年 感觉又多带孩子出去几次 有了孩子之后 和我们两个人不一样 我们两个人当时 就是挣多少花多少 都无所谓 但是有了孩子 我觉得最起码 这个孩子攒点这个教育金啊 我们的父母慢慢年龄也大了 是吧 我们也得给老人攒点钱 他要这么花的话 我感觉承受不住 还抱怨吗 他就老觉得 周末出去玩玩就可以 平时他就觉得 我想安排一次国内一次国外嘛 他就觉得花费有些多 对 平时周六周天的时候 我觉得带着孩子去逛公园 什么金交游就可以了 是吧 玩上半天一天的 也花费不了多少钱 但是他非得带孩子出去 出去远途旅游 他太浪费钱了 我感觉 还抱怨你什么呀 他嫌我给孩子 报的兴趣班太多了 报了几个班啊 就报了五个 几个 五个 多大呀孩子 三岁多 三岁孩子 不是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经验 您都报了哪五个班啊 全脑开发 画画 然后呢 舞蹈 音乐 音乐 还有呢 英语 三岁多的孩子 你抱了这么多 孩子能消化得了吗 干啥呀 孩子不累呀 我也是为了他好 因为现在我们同事之间经常谈论孩子嘛 他们抱的班比我抱的多多了 我这都是少的 你们同事最多抱多个班啊 十几个班 不是这怎么上都过来呢 就平时也有 周末也有 我感觉他抱的班有点多 嗯 这我们也不太好说什么呀 这你老婆呀 孩子他妈呀 孩子有意见吗 对啊 孩子这边也有意见 孩子可能守着 守着妈妈面 不给他说吧 就是有一次吧 孩子就跟我小声过 说说爸爸 妈妈给我抱这么多班 我这还真不想上 就是我敢 我想在家里玩 你看看 问孩子呀 哪个孩子想学习啊 不都想出去玩吗 但是你最起码也得尊重孩子的意见吧 他那么小 他根本就不懂 我是他妈妈 我必须为他做主啊 以后 其实是不在于几堂课几门 孩子快乐 你弄个四十门课也行 孩子都跟爹说了 不愿意了 你怎么还这样呢 我也是为了他好 你这日子没法过了 是吧 你看对你也不好了 对不对 老是对孩子好 不对你好 对吧 而且教育分歧又很大 对不对 这种事在很多夫妻之间都有 要不给他们支支招吧 来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波红兄 我倒感觉他们真碰上问题了 夫妻 由原来的二人世界 转到有了孩子以后的三人世界 三人生活 他的生活状态 生活形式 生活内涵 是发生改变的 但是 但是确实你对孩子的这样的一种照顾 呵护 甚至是溺爱 显得真的有些过度了 这些过度可能能自己还没有感受到 我们听下来马上就反弹出这样的一个感受 就像刚才说的孩子的兴趣班 三岁五个兴趣班 你很焦虑 你担心孩子真的输在起跑线上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孩子这样会累倒在起跑线上 你还是要想方设法 还孩子一个童年 还他童真 让孩子在童年的快乐当中 你观测他喜欢什么 他真的对音乐很感兴趣 或者对画画很感兴趣 你一个方向的去培养 另外你也要记住 你不但是一个母亲 你还是一个妻子 我们有了小宝宝以后 可能增添了很多的乐趣 也增添了很多的烦恼 但两个人一起去应对 我们大家都退 因为他的出发点真的不自私 他就是为了孩子 只是有一点说偏差了 你呢用亲情用爱去帮他一下 好的就这样了 好谢谢伯红兄 谢谢 来珊娜老师 我们女人好难哪 不容易啊 太委屈了 你看啊 生了孩子 这个对孩子过分关注 嫌照顾不到老公 照顾老公吧 又嫌不管孩子 你说女人生了孩子 有的时候真的 这个是母性天然的东西 真的我也是刚有孩子 孩子刚一岁多 我有的时候特别地纠结 我老公让我陪他去看个电影 我说我想儿子 但是你又想 你说不陪他去看吧 又会觉得夫妻关系会淡漠 但是我始终记住一句话 这句话也送给你是什么呢 一个家庭关系的核心 始终是夫妻关系 绝对不是亲子关系 因为陪你到白头的是他 不是你儿子 你早晚有一天要放手的 尤其是男孩子 男孩子呢 如果母亲的过分关注 和过分的拟爱 他势必会长成为 一个妈宝式的男孩 你希望你的儿子以后 不会变成妈宝式的孩子吗 不希望吧 什么都听妈妈的 然后他的家庭关系 婚姻关系会处理得非常不好 这就是你从小到大 给他的一个引导的方向 所以避免 为了避免他以后 不成为那样的男孩子 你现在应该学着 慢慢地放手 把你的注意力转移 其实你们两个人 还是很恩爱的 能看得到 彼此都在为对方 为这个家庭付出 最可怕的就是 我们心都不在这个家 都不在为这个家考虑的时候 那才是最可怕的 所以不要过分关注孩子 多关注一下你的先生 好吧 谢谢二位 好 谢谢珊大老师 来 许总 都在跟妻子说 我想跟丈母说几句 她是第一次当母亲 对不对 正如同你第一次当父亲一样 当孩子降生那一刻 你一定是无助的 母亲也是 孩子慢慢成长 父母陪她成长 每一次面临的问题 都是新的 那这面临新的问题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紧张 都会焦虑 甚至于是恐惧 比如说妻子说了 我的朋友 她得给孩子报了十几个班 她是担心孩子的成长 会落别人之后 她所有的注意力 都在孩子身上 无暇顾及你 她觉得自己一个人精力 都不够 你想五个兴趣班 那意味着什么 她得带着去 她得陪伴 她得等 这花费她大量的精力 和占用她大量时间 她真是无暇顾及你 所以整个你们这个家庭 就围绕着这个孩子 这个降生成长 已经失去了平衡 而此时 不光是她忘了 她还有一个妻子的 一个责任所在 你恰恰也忘了 你还有父亲的责任所在 你采取的方式是什么呢 你没有感同身受 她的感受 反而你只是抱怨 你没有提供 必要的一个帮助 举个例子 一定要她多做家务吗 你觉得带孩子不辛苦 刺卧堆满了孩子的衣服 你为什么不能帮助去打理呢 指甲 江山容易 但亲力亲为很难 所以在这个缺位 缺位的不仅仅是你的妻子 同样你缺位了 你作为父亲的一个 必要的一个帮助 这个家是两个人的 千万不要再埋怨了 共同面对新鲜的问题 新鲜的事物 新的困难 一起去克服它 这是最最重要的 好吗 好 就这样 好 谢谢曲宗 来 陀老师 从来只听说过 父亲吃孩子的醋 却从来没听说过 妈妈吃孩子的醋 我想说女人不对 太惯着孩子 但我又想起小的时候 我妈也是这么惯着我 我爸也吃我的醋 所以当我爸在抱怨我妈的时候 我妈又抱怨我爸 说当年奶奶也是这么惯着她的 别人也不管了 所以中国的父亲 母亲 孩子 都是这么一代代下来的 母亲都惯着孩子 但是到头来才发现 儿子靠不住 靠得住的还是老公 儿子随着慢慢地长大 懂得了母亲的用心良苦 和父亲的吃醋 于是最后 自己也成为了父亲 而当年的父亲 在一边抱怨着 妻子惯孩子的同时想想 自己的小时候 母亲也是这么惯着自己的 所以就这么一代代往下走 所以这样的事情 每天都在发生 所以关键还是在于 互相感受 所以说对于孩子的教育 像三位老师所说 失可而止 至于男人是否吃醋 像趣伟所说 吃醋的同时 抱怨的同时 把家务活都干了 那才是真爱 只知道抱怨 而不动手的人 那真的是自私狭隘 八个四 适可而止 互相感受 就这个 好 谢谢陀老师 四位老师讲了一个 有一个核心的东西 就是现代家庭 其实夫妻关系最重要 尤其是刚有了宝宝 是吧 你得多投入 别再抱怨了 你一定要多参与孩子的成长 就这一段你会发现 在这个上面 投个两三年的 这个时间经历 你一辈子受益无穷 而且孩子那个成长 是看得见的 实话实说啊 五个班多 还是十个班多 咱没法量化它 你要看孩子的兴趣 但是像你老公说的那样 孩子都不愿意了 那就是个问题了 听明白没有 所以都要体谅 商量着来吧 做夫妻的嘛 别抱怨了 能少喝点酒 少喝点酒 早点回家 帮他分担一下就行 好吗 当妈的 除了小朋友 还有个大朋友 来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 老公 我知道我之前 放在孩子上的重点太多了 以后我会努力关心你 多做一些家务 让咱们家 过得更美好 我晚上 喝酒 回家玩 这样你不让我进卧室 这样这个事情 我可以原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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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多做点家务 这个也不要紧 你每年 你每年想带孩子出去玩 我也可以陪 陪你和孩子出去 但是我觉得 让孩子的话 不要看得那么小 多支持他 好吗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挺好的 生了一个儿子 同时立刻发现 大儿子受不了了 其实好 在夫妻关系当中 有一种关系 就是这样的关系 孩子来了 有人开玩笑说 来了个情人 那是确确实实 多了一个生命 在你们的中间 咱们保持这种关系 需要有智慧 请开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我们住这一对夫妻 通过今天四位老师的点评 能够找到改善 夫妻关系的钥匙 相信他们会特别快乐 而幸福地生活的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我男朋友谈了两年 感情一直都很好 快结婚了 但是最近我发现 他有一个旧箱子 里面有他初恋的照片和信件 我看过里面 他们之间的称呼 他也用对前女友的称呼 来呼叫我 我觉得自己就是 他初恋的替代品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想告诉你的是呢 在这个世界上 谁都不可能成为谁的替代品 初恋或者前任 就像大马路上的电线杆一样 你见或不见 它就矗立在那里 关键在于你 能不能绕过那根电线杆 祝你幸福 感谢电视机前 你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